好好的人進去才一天半 現在出來是一具冰冷的遺體 那都說跟你們一點關係都沒有 那室問是跟我們家屬有關係嗎 家屬向媒體投訴 患有慢性命的哥哥 進了看守所短短兩天 竟然沒了命 質疑看守所人員有重大疏失 本來就是需要長期有人 康護照料的人 你們所方遇到這種受刑人 你是不可以收治的 你們還會隨隨便便把人收進去 而且沒有做安全的評估 那也不接受我們家屬去投藥 基隆一名46歲的理性男子 去年因為切刀案未執行被通緝 上週六5月14日 被基隆警方逮捕歸案 由於週末無法交保 家屬送藥卻被所方拒絕 原因是裡面有醫護 家屬16號辦理交保時 卻被告知已經送醫 醫院中午發出命為 下午4點多就宣告不治 針對家屬質疑 參所所做出了回應 有關本所前說的理性男子 在5月14號下午2點 在5月14號下午2點 因切刀案被警方逮捕查器送入本所 執行有期獨行3個月 然後在5月16號早上8點半左右 理性男子身體不避病情不避病情不避病不避病 經本所緊急送醫院 診治 在這段時間家屬也到地診所繳了罰金 本所依照地診所開的事票釋放交給家人 但不幸的是该履然于60左右 整治不治 那有关子婴的拟力的部分 家属也透过警方 那本所已配合警方调查子婴 看守所表示一切依照规定办理 也会配合司法调查 立委蔡信要求绞证署及基隆看守所的调查报告 要在三周内完成 全案已经进入了司法 希望还给家属一个公道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道